大家好 我在咨询界通常我们都会用英文称 所以我会写英文名字 今天非常高兴 有这机会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之前在资讯上 做了一些物种图形辨识的技术 然后也很期待说 这样的技术开发出来 我们已经有一个初步成型 可以拿来应用到不同的专业领域 这次会特别想到来这边分享 是因为有认识老师 在做学术保持植物相关的研究 所以发现我们很容易 可以在这个领域里面做一些结合 所以今天大部分的主题 会着重在我们之前做的东西 在摘要里面 会解释一下 我们自己团队做过什么 我们团队怎么成型的 以及我们这些成果 未来为什么会有信心 可以用到各个专业领域 那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自己是Dankham 我自己的平常主力是开发 IOS App行动应用程式 先前我在Indivirus认职过 也在端存美旗下认职过 在大概两年前 我开始转做自由工作者 所以开始是思考说 有些什么比较有趣的题目来做 另外一个负名王 是我的大学好朋友 现在在Google DeepMind 做人工智慧的研究 如果Dankham如果大家有听过几年前做AlphaGo 把人工智慧的围棋打败人类 就是那一间公司 它在AlphaGo红之前就已经进去了 所以它很早就对人工智慧这些技术是很有兴趣的 因为我自己跟着他在咨询背景的关系 我就会开始去想说 我跟他可以有些什么合作契机 我个人的话 小时候因为家里有一个阳台的花圃 我爸都会带我认的那些花植物的 所以小时候对花草草就算蛮有兴趣的 只是说后来在求学过程中 我的兴趣比较多 都转向科学啊 资讯技术背景去了 所以小时候对于植物的兴趣就一直放在心里面 直到大概两年前开始觉得植物辨识这件事情 开始很有机会把它重新做得很好起来 主要是因为人工智慧这个技术 大概2013 14年的时候有一个突破性的进展 那个时候是类神经网路的这个老方法 开始发现可以在现在电脑的高速运行中 得到很好的成果 所以那时候在ImageNet这个东西 突然间有一个影像辨识有一个很好的成绩出来之后 大家都知道影像辨识会有一个全新的运景出来的 所以我们大概在那个时候预期植物辨识这件事情 也可以把它拉到一个新的层级 我就找了副名说不然我们来试看看 如何把这样的人工智慧技术带进来做植物辨识 所以我找了它之后 我们是去申请了2018年的去年的G0V公民科技重新奖助金 这个奖助金是民间有一个组织开放文化基金会 做G0V他们关心的是公众的科技议题 所以希望用科技的力量去解决或是帮助一些公民议题 所以我们提出了这计划希望可以有一些基础的经费或是资源 其实我当初最主要是希望有一些民间团体的资源 或是政府相关部门能够有一些曝光的机会 因为我们自己纯粹作为资讯背景 虽然知道工具资讯怎么做 我们有脉络我们有信心知道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但是在资料的专业性上 我们要如何知道哪些花是在哪里 然后我要去哪里拍等等这些议题是我们比较不熟悉的 所以我们一方面申请这计划虽然有获得研究经费 更多的是开始跟其他公民团体有合作机会 我们合作比较多是在荒野保护协会 他们因为有在很多公园有导览活动 所以有蛮多志工对于这块也蛮熟悉的 所以我就跟他主要一开始以我跟傅明 就是我作为主题案人 然后他作为人工智慧主要的负责人 我们提了这个案子 在提的过程中也慢慢把我们的团队给形成起来 我们团队除了我以外 还有傅明以外还找了另外一个我们学弟 Lulu来帮忙人工智慧的部分 因为人工智慧的研发是这个计划的主力 我自己会写IOS App也负责拍花辨识的工作 资料集的生成部分 我们也发现Android App是可以在这段期间开发起来 所以把负名的同事也拉进来 他之前的同事是在一间叫拼贴去Picolage的公司 他们在全球有上亿的下载量 所以他在Android App开发也是非常专精的 那至此差不多我们App的开发就很完整了 因为我们完全相信植物辨识这样的技术 是很适合在手机App上做的 最后有些设计以及我们专案的网页开发 又找了另外一位设计师朋友来帮忙 所以至此我们最主要是这五个核心成员 那以我为主要的统筹者 接下来就讲一下我们过去这在去年 大概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所做出来的专案的成果 我们的成果最主要就是这样的两支App 一支iPhone App 一支Android App 所以iPhone或Android都可以直接打开这App之后 它去扫镜框里面的植物 然后我就告诉你这是什么植物 只是说我们在执行这计划期间 回去讲一下 我们暂时限缩在大安森林公园里的花卉 这其实纯粹是基于半年期间 我们觉得不会有太多心力 可以收集到很多照片 因为这个计划会需要是开放原始码跟开放资料 所以为了避免有版权争议 在这段期间以及我们自己技术研发需要 所以这段期间我是自己去大安森林公园 去拍当地的花卉这样 作为初步建这个工具所需要的资料 那我们当然预期这资料是可以扩大 只是在过去那半年决定先限收在一个范围 把成果先做出一个除息 所以我们这个成果目前但只是针对大安森林公园的花卉的资料 然后我们也有一个Landing Page的成果展示 大家可以在上面看到我们自己的原始码原始资料 通通都有放上去 以及App下载的连续都有在这上面 所以下面我会用几段影片来让大家直接看我们做出来的成果 这两个 需要放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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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来放下 下面那四个 对对对对 可以 可以选整个画面就好吗 请把 突然换一个 不然换一个 它是 它是 使用一个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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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实际拍摄 你一打开APP的时候 它看到这朵花 马上就可以辨识出来 所以 我们可以再看后面那三个 一个一个一个看 或是你从旁边移进来 它很快就会辨识出 它镜头前面看到的是什么花 它是 在耳边我看到的 红旗橘 那这个是我们自己原生的红旗橘 或是 就是平空草 台湾平空草 那在这个发展序 拉起来就可以看到一些图片介绍 你就可以拿来确认变色是不对的 还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我们更早起前做的 可以让大家看它辨识速度有多快 我们在移的过程它就会持续的辨识 然后上面会有一个几率 就我们认为它有多大比例是这种花 所以训练到某个程度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知道它几率是9成以上 很准 甚至于在叶子成分 我们拍的时候其实只有拍花 但是因为背景有叶子 所以这个人工智慧其实也认得叶子 月台可以 像燕子晶它当然叶子很容易辨识出来 甚至于到这么晚 可以看到它的整个光线已经很暗了 开始很辨识出来 所以其实我们在背后做了蛮多事情 我们后面会讲 为什么它可以做到这么快 又这么准的状况 好 麻烦可以退 大家也可以自己下载这APP来玩 但需要限制说 现在只有带安森林工员那边比较适合 有蛮多花都还没有纳进来 所以可以看我们的技术 你也许有用过其他市面上的APP比起来 有蛮多不同的地方 第一个最明显不同的地方是 大部分的APP都是拍一张照片上传 或者是拍一张照片看结果 那我们没有这种事 我们是完全及时的 根本不用看拍照 它是一打开可以一直在辨识 而且你大概也不会发现画面有什么lag 因为现在手机效能蛮好的 这事实上也是 苹果跟Google这几年 针对手机上的运算做很多优化 所以人工智慧辨识 在手机上效能已经可以好到 你几乎感觉不到它有在耗费之力 因为它有特别的chip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影片整个影像几乎不会有lag 另外一方面是这其实是离线的 我们刚才的操作过程中并没有连上网路 所有的辨识都是在手机上面就完成的 那这也跟你用过其他APP的体验可能不太一样 你可能原本需要拍一张照片等上传回来 其实再怎么快也是要两三秒就过去了 那也是一张 那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画面 它几乎是每秒好几张的照片 甚至可以到一秒十张二十张的照片迅速的辨识 所以除了及时还是可以离线的 后面我们还会讲到说 我们有蛮多提升辨识正确率的各种策略 下面简单讲一下我们这个人工智慧model 它的模型 也就是它的大脑用到的一些技术规格 今天不会花太多时间在讲这个技术规格 如果大家等一下有兴趣的话 有相关背景的人可以发问 我们为什么会采用这几个 首先是我们在Google Tensorflow 这个平台上面做开发 那使用的model是MobileNet 这也是Google所研发出来 特别适合手机用的model 然后我们会把这个model 转成iPhone跟Android分别 分别特别适用的格式 也就是Core ML跟Pensiflo Lite 这差不多是一两年前他们开发出来的新格式 可以让它在手机上效能很好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model大概只有13Mb 也就是说整个app最大的就是这个大脑 13Mb左右 我们自己是写APP 所以我们知道怎么把APP 在尽可能的缩小 让它不会变得太肥大 所以最终的iPhone跟Android 大概都是低于20Mb 可能差不多15到20Mb左右 范围而已 我们在提案中曾经提过更早以前 大概15年左右 微软曾经在北京跟他们的中科研究 中科植物所吧 中国那边的有做合作 他们那个时候做出来的微软试花 我记得那个model用的比较大 就会到50到100Mb左右那种尺度 那这几年其实都是因为这方面技术不断的演进 所以我们知道怎么让APP的size可以越小 可是它可以达到一样好的效果 甚至于效能是更好的 那后面我会简单讲一下我们整个训练过程 以及我们的数据 这张照片是典型的 我们在训练这个AI的过程中 它会慢慢学习 把分数提高 就慢慢看懂这些花 一行一行先解释 AI Training就是7.2% 意思是我们把所有资料通通丢进去 然后它就开始自主学习 也就是有点像一个人在自主学习自学过程 自己读书的过程 最后他学到了97% 也就是大概97分左右 那validation是我们另外切开来一些照片 拿来当作测验的题库 所以我们等于是外面的老师 就是我们外部的人去监控这个学生给他考试 考完他的分数最后大约是85分 85.2分 那这是基于我们这一次的专案里面 在大岸森林公园的花卉 有85种花 85class不同类别 总共的照片数大约是25000张左右 每种花大概都有两三百张 那下面图表就是展现我们在训练的这个过程 一开始当然分数都很低 就是我们要让这学生不断去学习 他自己去反除 经过很长一段运算资源投入之后 他慢慢去到一个最终的平衡值 也就是训练可以达到97.2% 测试可以达到85% 实现的指的是他的第一名 他心目中认为正确第一名 那如果你排到前五名 就是说正确的答案有在他心目中前五名的话 那分数当然是更高的 另外一张图我们常用的是 这张图我们如果放大一点来看 每一个纵轴和横轴都是我们这次所用到的花 那所以在可以看到在这个左上到右下这条斜线 表示他是辨识率正确的 大部分的点都落在这上面 因为他是辨识正确的 那有零星的几个各位说的样本 会在错误在这些面向上 因为他的分数是大概八成左右 所以这是我们最后训练成果 那你这样想就会觉得好像有点奇怪 他还蛮多是落在外面的 就有一点不规则的分布 那换句话说考试 我们给他考85.2分 听起好像没有很高 就是我们如果想要他是一个特等的 你会预期可能要90以上 或最好是给我99分100分嘛 为什么85.2分你就觉得好像是极致呢 那现实一点来说 当代的人工智慧也差不多就是能达到这种 尺度而已 正在训练期间 并没有办法达到我们期待的99分或100分 这跟现在的运算资源演算法的眼镜 都还蛮有关系的 所以务实一点来说 数字上大概都是在这种八到九 八十几分九十几分这种数字上 因为这跟我们取得资料样本都很有关系 但这其实并不会影响我们最后辨识的成功率 就是变成功率会比你预期还要高 什么意思呢 你本来会以为85.2分的意思是你拍一张照片 就有14.8%会错 你拍一张他有将近20%会错 那不是很可怕吗 拍五张六张就有可能一张错 那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刚才讲我们的整个辨识过程 它是即时性的 我们是离线而且即时的 所以我们同时间一秒可能拍了一二十张 它是自动连拍的 所以我们会在这二十张的辨识成果里面去看 每张的信心度去做一个基本的统计信心 只取出最正确的那一个 所以你看我们的例子 假设我一秒连拍二十张 里面有四张辨识错误了 对不对 它大概有八十分而已的话 有可能会有四五张辨识错误了 但是我们就看剩下的统计出来 很明显就知道那八十分是哪一种植物 就只秀出那种植物就好了 也就是我们用这样大量的快速连拍去统计出来 在一秒内直接得到正确答案 所以这样你就不会觉得它有八成的准确率 而是像是百分之百的准确率 因为我直接连拍去统计 那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这么专精于去做即时而且离线的APP 因为这才有办法做这种大量的统计 去避免你现在用市面上APP 很有可能拍的角度稍微偏了一点 因为就跑出错的人 那你可能还得再重拍重拍 就不会需要这种过程 我们在APP的设计上直接就帮你做完这些事情 除此之外我们其实还做了蛮多 可以提升这个辨识正确率的技术策略 这有一开始的初衷是希望可以用尽量少的照片 来达到够好的准确率 因为在更早以前 我们原本的预期是每个class 每一种花都可能需要到六千八千张左右 那当然随着实在进步 我们大概慢慢知道不需要到那么多 有各种技巧方式可以让它不用那么多 像我们刚才说我们这次的拍摄过程 每一种花大概只有三百张左右而已 那一样可以达到不错的效果 为什么呢 以资料源头来说 其实最重要是资料源头 这几个有可能是大家有听过的辨识花的APP 或者是训练人工智慧的 微软识花跟Create ML算是比较初级的做法 Create ML是苹果所推出的 你只要丢图片进去 Nable好它就自动帮你训练 它有点像现在各大Amazon或是Azure的云端 Cloud Vision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 那他们这种自动画的事情做的比较单纯 因为它只取图片的像素 那到了形色或I-Naturalist 他们都有记录了GPS的位置 所以可以让它辅助 帮你快速找出这个位置附近是哪些花 那我们因为自己写APP的关系 所以我在取拍照片的过程 会记录更多的metadata 包含你拍摄的角度 以及比较特别的是AR的比例词 那AR比例词是什么意思 AR你一开始可能刚听到 都会以为它是在像Pokemon GO一样 弄出一个虚拟物体在现实生活中 那一个虚拟物体能够在现实生活中 呈现出来的根本意义 其实是这支手机知道你现实生活中的尺度 它才能把东西放上去 也就是说现在的手机几乎可以做到像这样 一样的两张照片 你如果没有经过AR的这个技术的话 你大概不一定看出它到底多大 这片叶子多大 但在现在手机的技术下 我可以透过手机拍的过程 它在移动过程去运算出 因为这个叶子大约是12公分还是40公分 那这对于植物辨识当然是有些帮助的 因为我们看单一张照片的时候 你如果没有一个比例尺的话 你不会很明确知道这叶子是多大或多小 所以我们在拍的过程中 有把这样的资讯给记录下来 并且想办法拿来提升辨识的几确率 那还有很多其他部分我们简单带过 比方说我们dataset会做一些pre-training 会拿一些额外的花卉 或者是其他imagenet上面的资讯来做预先的处理 所以不只我们自己的资料集 我们会拿其他的开放资料集来帮忙 data augmentation指的是我们拍下来的照片 我们不会只用这些照片 我们会拿这些照片做各种前处理 比方说我们会去切会去转 会去改变它的色温 改变它的亮度等等 那这样的好处是你在白天拍的这个花 我们可以把它调暗 把它变得很像是晚上 或甚至是偏黄黄昏下所拍到的样子 这样你就不会需要一直去黄昏 晚上也去补拍 因为我们可以完全从图片预处理 帮你伸出这种照片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才看到的燕子晶 它可以在偏晚上的时候还看得出来 因为我们在训练过程就把图片做这些预处理 这样也可以大量的把照片从一变十变白 下面还有一个adversial training 这其实是这几年人工智慧辨识最常用 而且最重要的技术 也就是我们可以透过不断的测试 做出一板雏形之后 再回头去教人工智慧 它缺失做不好的地方 一个补强 有点像是我们透过考卷设计 发现这个学生哪个部分比较弱 我就去加强这部分 这是一个描述这种做法的技术 最后我们大概讲一下 我们还会做CNC Map分析 这分析是帮助我们了解 整个人工智慧训练的过程中 它到底学的怎么样 人工智慧前几年大概 大家都有个盲点觉得它是一个黑盒子 也就是说我把资料丢进去 有个成果出来 但我不知道它里面做什么事情 我们没办法解释 只知道丢进去之后会有成果 那这件事情在最近这两年 当然也不是这样的 我们已经能看到AI到底在看什么 这张图是我们所拍下来的 凤文花跟大家显风草 那右边的蓝点 也就是这个AI所重视的区域 我们可以把它诠释成这个AI的眼睛 在看的地方 这些原始资料 我们并没有特别做label或画框框说 花是在这个位置 没有 都没有做 它完全就是看raw pixel 完全看这些图片去决定它要重视哪些区域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很自然就会发现花这个本体是重要的 花附近的叶子有可能是重要的 所以像下面这个大花咸风草 它就会知道 上下周围的这些不是属于它的叶子 就没有那么重要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虽然派的是花 但它其实也会认得哪些它身边的叶子 是跟大家同样的重要 所以我们就会透过这些分析知道说 这些人工智慧到底看哪些地方 它到底有没有看对 所以当我们发现它看错的时候 就知道有些东西在训练过程中 我们还需要调整 那我们用各种技术去帮助这个联工智慧训练可以更准 这边是我们整个去年一整年 大概用半年多的时间所训练出来的成果 在GNV大会上也有发表 那发表完之后 我自己就很期待说 这可以拿来做更大规模用途 不管是我们找更大的资料集 能够达到更好的普遍性的植物辨识 或者是我们也可以拿来用在各个专业领域上 原因是专业领域大家都会比较熟悉 你们所需要用的植物类型 或是有哪些植物会在哪些地方等等 也比较可以控制你要怎么拍照 所以在专业领域 我们就可以特别的针对需要的那一两百种 两三百种的植物去做资料集建制 建制起来再给联工智慧学 因为对我们来说最重要就是这个资料集 那以水浮保持的直升工程 这个是我跟宋老师前一阵子认识的时候有聊过 因为他们有做过类似的计划 那我当然也开始了解说在水浮保持的直升工程里面 一开始大家会需要整地 会需要施工的确定所施加的材料 施加的树种 但更重要我相信是开发前后 尤其多年后直升的隐替状况 我们需要现场探勘到底现场质地的分布 演化是什么样子 那这里面牵涉非常多 你需要有基础的植物辨识能力 那如果是专家去当然没什么问题 但现实来说我们不一定有那么多专家 能够去帮忙监控所有的直升工程的运行状况 这有很多是依赖当地的施作的工程者 那他们有没有这样的专业能力就很难说 除非它在同个地方耕耗很久 毕竟台湾那么大 但是我们山坡地到平地 然后从北到南 我们的植物面向其实跨非常非常大的 你可能专精在北部山区 那你到南部平地 你就很多东西又认不得了 一定会有这种问题 那这几年人工智慧熟熟起来之后 也开始有一些植物辨识软体可以用 那这些APP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于 它虽然看起来可以普遍认识常见的 尤其是都会常见的植物或花卉 那它能够认得这些 也是因为民众会上传这些照片 给这些辨识软体的公司 他们就认得这些圆艺型的比较多 或特定范围 但是在国内常常有很多原生种 或甚至于到特用种的层级 几乎不可能辨识得出来 因为民众拍照上传的时候 它当然辨识不出来 所以照片上传上去之后 公司方就是植物辨识公司方 它也没有办法正确的label说 这是哪一个物种 所以他们大家都只能很笼统的 在某一些特定范围的植物 那最主要都是圆艺植物 因为圆艺植物大概就是常见的 那几百几千种 几千种左右 所以我们很相信在专业领域上 我们可以从资料源头去重新训练 能够智慧 针对我们的需求 去做出一个具专业价值的植物辨识的APP 所以我们这样的专案可以用到 这专业领域的原因是 我们是从源头可以看你的需求去收集 你要辨识的这些植物的种类 收集出资料 比方说你随着保持应用的话 我们可能最常见的一两百种 就可以大量去收集进来 进来之后就照我们原本 已经开发完成的流程 训练人工智慧之后 产出手机APP 这个手机APP 它就有基础辨识能力 我们可以再配合 我们需要的植物上的一些调查方法 去在APP上 我们可以在流程上做一些辅助 那它经过一些调查经验之后 也可以回推过来 帮忙现场拍一些照片 回来 再重新训练这个人工智慧 也就是说 它去做更多的植物项调查之后 也可以帮忙回来补照片 然后这个人工智慧 就是随着用的次数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越来越准 所以我们会反复操作这个流程 来持续提升这个辨识的正确率 左边是我在看直升工程的一本书 然后它就简单化了一下常见的植物形态 那我们当然不太可能靠这些手绘的 以前也许很依赖这种手绘特征的描述 但是老实说这还是蛮辛苦的 我们当然希望这些特征描述 手绘的植物形态 最终可以让美工智慧学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它拿来当做一种工具 在手机上自然就可以帮忙做变色辅助 我们就不会需要去牢记 或者是带厚厚的一本书进去 这是我们认为未来在专业领域上的可行性 最后特别致谢一下 我们在开发这个专业过程中 我们欢迎保护协会有些协助 我们有跟台湾人工智慧学校 有些资料集的交流 Unnaturalist的这个社群 在台湾也慢慢蓬勃起来 也有一些互相帮忙 自己有帮忙他们写一些程式 最后也特别感谢G01 是我们去年期提供的各种资源 以及今天很高兴来水度保持去分享 然后先前有跟学界的宋老师 还有林老师 我初不会认识 所以了解说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技术是很有机会回来 用在学界争论的方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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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